OK 高智化用心写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接下来的返回操作了 一步一步返回 还有个细节刚才忘了说了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长量都应该放在一个公共的地方 就是我们开在config里面建一个叫做 instinct的文件 叫文件然后这里面放我们所有的长量 所以长量就是一些固定的不会变的长量集合 不会变的一些值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逻辑就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值我们可以长量里面是大写 大写比如说叫default picture OK它的值我们就写成这个就好了 对吧 好这儿呢我就需要把它引用一下 对吧 引用的是这个 变量 OK require fake instance 好我们在这儿写上 这样的话就会看着比较清晰一些 对吧 我们把长量放在一个集中的地方 然后大家找的话也好找 然后改的话也好改 一旦是所有的其他地方要用这个的话 它也可以去复用对吧 如果想改的话 就统一可以从这里改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地方会把系统的长量会单独放在一个地方来 好那我们就可以关掉这个 然后format user这个也可以 从这儿就从我们这个service里面去引用 require format ok 好引用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去格式化一下对吧 如果有值呢我们就去就需要去格式化一下 然后我们订一个叫做format result 复制成 format user 然后把这个result 叫data values 给它放在这儿来 最终返回的是这个 这是我们最终的service里面 get using info的这个 这个写法啊最终返回的结果 好有了这个之后 并且出版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controller里面去把它 运用吧 service user 好 在这儿呢我们去获取一个什么就是 调用service获取数据对吧 OK我们就删掉它 canst userinfor 复制成 avate 这个这个函数它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1母函数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通过 表辑它直接调用 当然我们就把这个user name给它传过去 好这就是调用的结果 接下来 然后我们要判断这个userinfor是否存在 对吧 因为在这里面它如果不存在的话 它可能是个nine 就直接返回了 所以说它是否存在 这个地方呢是用户名已存在 然后else 用户名 不存在 到这儿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从service做数据处理和格式化 然后到了control这一层对吧 control这一层 我们现在我们这一层没有什么 业务了去处理 所以我们就先忽略 然后到了返回格式这一层 就是我们要统一一个返回格式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我们都需要一个统一的返回格式对吧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里面和在这里面这个返回格式到底该怎么做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 再新建一个变件价 看这个层次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新建一个 在src下面我们新建一个model 就是模型 这个model和这个db里面的这个model不一样 它的层次也不一样 它的意义也不一样 这个model是一个要是我们代码中的要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建一个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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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好 这样呢 我们要定义一下 class base model base model 然后这个地方呢 写一个注释 基础模块 然后constructor 我这先写啊 写完之后我们再解释啊 error number data message 另外这个base model的时候 我们要穿上error number data和message 你看error number data message 这就很像我们 一般的一个 codeAPI的一个标准的 返回格式啊 然后listr error number 复制成error number 然后if data listr data 为什么叫ifdata呢 包括我们下来 下面要写了if message 复制成listr message 复制成message 因为我们如果 error number 传入的是正确的值的话 一般会把data返回 如果 error number 传入的是一个 错误的值的话 那一般是会把message 错误信息返回 所以说 data和message 不一定每次都传 但error number 会肯定每次都传的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格式 我们就看出来 我们真正的 control里面的 反合格式 它是个什么格式呢 它其实就是 这么一个格式 我们可以在这 简单写一下 比如说成功的话 error number 一般等于0 error number 就是错误吧 错误吧 是0的话 那就是成功吧 对吧 然后data等于什么 比如说 用空信息是什么 用空信息 比如说 有点 name等于 谁对谁 对吧 这就成功了 成功用空信息 成功了 然后如果失败呢 比如失败 error number 我们接下来 会有规范的编号 比如说 1001 然后比如说 message 失败了嘛 它就没有data了 失败应该有什么信息 message有失败信息 比如说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一般是 用空名号号密码 不匹配的 这些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 反合格式应该是 这么一个格式 所以说就对应到 这个地方的 这个反合格式的问题 然后这么一个格式 我们怎么去构建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 我们这个地方 写的这个代码来构建 好 这是这个基础方块 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 还要写一个 叫做成功的 class successmodel 就成功的model 成功的model呢 我们就继承于 这个basemodel 继承的关系 conjunctor 成功的时候呢 一般就只接收一个data 它默认是一个空对象 成功嘛 就返回一个data 对吧 就试一下 成功的 数据模型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执行 这个super 就执行 它的复类的时候 复类的过程函数的时候 复类的这个 conjunctor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传一下信息 我们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传的信息 其实就是 errorNumber等于0 然后data 把data传过去 也就是说 我们当成功的时候 返回的就是 errorNumber等于0 然后data是什么 对吧 然后当然成功嘛 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信息 对吧 error model 就是失败的 也是extense basemodel 好 从里面 structure里面 我们失败嘛 失败 我们要接受一个什么呢 接受一个errorNumber 因为 errorNumber 它这个凑数信息 它每次失败可能都不一样 message 就接受失败的这个信息 然后这里面 我们 sweeper的时候 就要用个负类的过道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errorNumber和 message都传过去 图示加上 失败的数据模型 OK 最后我们model点xpulse返回 返回 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successmodel和 errormodel 对吧 我写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会比较懵 特别是 大家就class不是很熟的话 可能会比较懵 那class这个地方 contractor是什么意思 然后extense倒是什么意思 以及class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就在这就不讲了 这是特别技术的东西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es6里面的class 以及class的构造函数 以及它的继承 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说一下怎么用 大家看完这个代码之后 可能会比较懵 这个东西怎么用 写的这么麻烦 一个继承一个的 好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在contractor里面 我们要去引用 这个成功或者失败的模型 好 error 我们就考一下吧 successmodel和errormodel 都把它考到这来 这块 model 大家注意不要引 那个DB里面的model 去这儿 这个responsemodel responsemodel 好 如果是 已存在 那就是成功了 对吧 成功了 那我们就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new successmodel roader infer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如果失败了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new errormodel errormodel里面呢 我们介绍一个什么呢 我们介绍一个 一个对象 对吧 对象里面有errornumber 和message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传入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呢 有errornumber和message 比如说我们这么传啊 比如说 errornumber等于 我们定义一个数 叫1003 然后 message叫 用户名 已 存在 好 大家看 我们再通过这两个语句 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定义的 这个model啊 大家看成功之后 返回一个newsuccessmodel successmodel是什么呢 successmodel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对吧 我们new一个 就是new它的一个实例嘛 然后传入的是什么 userinfo 就是用户信息嘛 就是通过这个service 查用户信息 好 我们就把它传入这个data里面来 对 然后successmodel errornumber等于0 然后data复制成这个 所以说我们成功之后 返回的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去 这样写一下 返回的数据就是 errornumber等于0 data等于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userinfo的内容 明白吧 所以这个返回的是 这么一个信息 大家看是不是 包括这么看 OK 那我们把这个 故事给写到这儿吧 然后这个errornumber 失败的时候 返回什么信息呢 返回的是 大家看 失败的时候 传入一个对象 里面有errornumber和message 然后传到 传到这儿来 对吧 然后立刻拿 errornumber和message 叫swipor 对用fool里的过程函数 然后errornumber等于什么 message等于什么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errornumber等于10003 message等于什么 优惑名 已存在 好 这样其实就是 已经规范了我们这个返回格式了 已经规范了我们这个返回格式了 OK 所以说 我们在control里面去规定返回格式 规范返回格式 然后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流入里面直接叫用就行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引用这个 controll里面的这个exist 应该是这样 好 is exist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去什么呢 把这个删掉 直接去ctx.body 或者称avateexists 把游的内部传进去 大家看这个层级 是不是就瞬间清晰了 对吧 我们路由调用这个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值 然后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值呢 去调用这个service里面的这个值 然后controller里面同时规范一个返回格式 service这个里面的值呢 它就去做取得这个数据操作 以及这个数据格式化 就把该格式化的东西 自己封装一下 好 这个response model里面呢 就定义一下我们的最终的这个 成功或者说失败的这个返回格式 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没有做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去统一一下 因为失败的信息呢 在我们的系统中有很多种 像这种是用户名已存在 它可能还会其他的一些失败信息 比如说注册失败 然后登录失败 密码修改失败 用户信息修改失败等等这些 有很多的这个失败信息 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呢 单独的放在这个东西家中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model里面 在这个model里面去新建一个叫做 比如说我们叫 AerrorInfo吧 第二 yes 好 写一个就是失败信息集合 包括一般包括什么呢 AerrorNumber和Message Authers 写上你的名字 好 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逻辑啊 跟我们这个常量 跟我们之前叫的那个常量是一样的 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什么 取个名字吧 取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这个 RegisterUserNameNotExistInfo 我们取个名字 取个名字呢 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呢 给它 考过来对吧 就是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自己手写的这个信息 给它放在这儿来统一维护 那下面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失败信息 那我们就接着我先放对吧 把所有的失败信息都放到这儿来 这样就比较好管理一些啊 比较好汇总 好管理一些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我们的Control吗 我们去引用这个 失败信息 因为比较长 我们可以将换个行动来引用这样 看得比较清晰一些 Model ArrowInfo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失败信息放在这儿来 好 这样看是不是更加清晰了 对吧 一号一号呢 更加清晰了 OK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用我们是否存在的这个路由的变成过程 是不是感觉比较麻烦 对吧 是感觉比较麻烦吧 但是没有办法 这样呢 就是追寻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图的 有路由Controller 有Service Service里面有数据处理格式化 路由里面有 虽然这儿没有要逻辑 我们先略过 然后有返回格式的统一 然后API呢 这个路由呢 是专门派发路由的 对吧 然后这儿呢 我们还没有做这个检验 没有做检验 接下来以后再说 一号之后再说 所以说这个就已经做完了 对吧 OK 做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该关的关掉吧 这看得太多了 我们新建了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 处理化整个项目业务代码的 这个结构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开始第一章处理化 编码的这个环境 它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 开发上的一个环境 对吧 真正业务上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这个Controller这个文化家 DB这个文化家早就有了 Model这个文化家 包括这个Service这个文化家 都是我们现在要建的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呢 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启动一下 看看它 有没有报错吧 好 没有报错 对吧 没有报错 让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到我们的 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注册页吧 注册页按理说 我们现在输入一个 用户名 它应该会去 帮我们检测一下 好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显示个 用户名可用 对吧 我们输入完用户名之后 它掉了这个 掉了这个接口 就是这个 APIUlerExist的这个接口 对吧 然后它返回的是 用户名以存在 对吧 用户名以存在 说明是用户名可用 好 用户名以存在 是从哪儿返回的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再找一下 Controller里面去返回的 对吧 这个地方 它返回的 OK 不对啊 这个地方好像写错 它不是个以存在 它是应该是用户名 未存在 不好意思啊 搞错了 以存在是这儿 是吧 以存在是这儿 它返回的是一个 success 未存在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 error number 所以说 我们再来一次 刷新链链 输入个语丝 好 没有重启吗 我们刚改的一个注释 对吧 我们就 应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用户名未存在 Not Exit 这个英文写对了 但是这个汉字这个地方 写错了 就用户名未存在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一下 刷新一下 好 用户名未存在 对吧 它现在是一个反逻辑 这个地方你看着 像是成功了 用户名可用 实际上成功了 但它是通过判断错误 来去表示这个信息的 用户名如果未存在 返回一个错误 它才告诉你说 是用户名可用 对吧 如果用户名以存在 返回成功 那这儿反而是不可用的 所以说前的这个逻辑 大家不用太关心 只需要关心 我们这个地方 查询用户信息 这个地方 它返回的是什么就行了 总之反正就是 用户名未存在 我们这个 第四个用户名 就可以用了 这个逻辑 应该是没问题的 OK 那开发这个 注册接口的一部分 就用户名事故已存在 然后展示了 整个的这个 层次的一个关系 到现在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 有一点点感觉了 这个层次之间 是什么关系 有一点点感觉了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校验 要逻辑 以及catch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到底对应哪些功能 对吧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等我没做这个功能之后 这些就已经全有了 我没做这个功能之后 感谢观看